這邊 這個六個三角藍術 我一次把它講完了 剛才是講sin 現在我要講cos 好 你說老師 cos的圖形長怎樣 我跟你講 我等一下畫給你看 這個之後會慢慢講 但是我這邊要先講一件事情 f of x 等於cos x 對不對 如果今天把x改成-x f of x 是不是會等於cos 的-x 然後現在就要問這個 同學應該都很熟悉的問題 請問同學 cos 會把符號吃掉還是凸出來 你就講吃掉 或者吸收掉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會變成cos x 那cos x 就是 f of x 所以這邊同學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叫余璇函數對不對 請問你喔 f of x 會等於f of x 請問你這樣的函數我們稱為叫什麼函數 這叫G函數還是O函數 這叫O函數喔 好不好 來 同學 cos 是O函數 寫在你課本空白的地方 來 cos 是O函數喔 sin 是G函數 cos 是O函數這樣可不可以 然後我要讓你再想想看喔 來 同學我問你 O函數的圖形特徵是什麼 對稱什麼軸 Y軸 同學注意 cos 它的圖形特徵會對稱什麼軸 會對稱Y軸 Y軸 你說老師 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它會對稱Y軸 我先讓電腦畫圖給你看喔 哎呀 電腦的話 同學謝謝幫我秀一下電腦這邊喔 哎呀 不好意思喔 這堂課要一直不斷的搶來搶去 來 我現在畫一個圖給你看喔 來 你看我這個f of x 等於 cos x 來 同學請看 這就是cos的圖形 來 請看到 有看到我們的投影片嗎 來 看一下我們的電腦 同學請問你 cos的圖形 仔細看 有沒有對稱Y軸 有啊 對不對 有沒有對稱Y軸 當然有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這樣沒有問題喔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慢慢的讓你去感受 它圖形長什麼樣子 sine 它是基函數 cos是什麼函數 O函數 圖形對稱Y軸 再來下一個 cos也講完了 來 我們看黑板 來 我們再看下一個 哇 下一個我們來談tangion f of x 叫做tangion x 好 來 那個紅文幫我挑這邊 來 同學我問你喔 tangion是什麼函數 函數有G函數有O函數 有些函數它不是G函數也不是O函數 你懂嗎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 tangion你覺得它是什麼樣的函數 它是G函數還是O函數還是飛機飛喔 你覺得呢 其實你就看它有沒有滿足那個定義嘛 來 同學 f of x f of x 就等於什麼東西 就等於tangion的什麼 就等於tangion的負X啊 那你說老師 tangion到底會把負號吐出來 還是把負號吃掉 這個其實 我想想看喔 怎麼講你們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其實tangion你就想成誰除以誰 就sin除以cos嘛 對不對 好 你就這樣看喔 tangion你就想成sin除以cos 所以它就是sin的負X 然後再除以cos的什麼 cos的負X 然後呢 同學應該都知道一件事情 sin會把負號怎麼樣 sin會把負號吐出來 所以它會變成負的sinX 對不對 cos會把負號吃掉 所以這邊變cosX 這樣寫可以吧 sin除以cos是tangion 所以這個東西它就可以寫成負的什麼 負的tangionX 哇 那負的tangionX就是負的什麼東西 就是負的f的x囉 哇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齁 所以從這邊同學應該可以告訴我結論吧 請問你 tangionY等於tangionX 這個叫什麼含數 是叫正切對不對 欸 對吧 同學問你 正切函數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函數 負號可以吐出來嗎 它是G函數還是O函數 沒有人來講話 它是什麼函數 什麼叫做G函數啊 來寫上去 tangion是G函數喔 tangion是G函數 這樣可以嗎 那G函數的圖形大家都知道 圖形會對稱什麼 會對稱圓點 你說老師它圖形真的會對稱圓點嗎 我用電腦秀給你看 還有HORRY謝謝 來我畫給你看喔 哎呀 來我畫Tangion給你看喔 Tangion長得很可愛喔 大家看一下喔 Tangion 你看我要按enter喔 我按下去 哇靠 Tangion長這樣 我問你 有沒有很可愛 導演你有沒有覺得Tangion很可愛 Tangion長這樣 你先觀察這個圖形 我問你 這個圖形有沒有對稱圓點 它七函數圖形有沒有對稱圓點 你覺得有還是沒有 你看圖有沒有對稱圓點 有啊 當然有啊 譬如說 這裡嘛 你看這裡有一個點對不對 然後對稱圓點 這邊過來是不是有一個點 這樣你聽懂嗎 它的圖形是有對稱圓點的 而且你從這邊還發現一件事情喔 Tangion這個圓數 你覺得這個圖形長得很像什麼 以前有學生說這長得很像瀑布有沒有 有人說長得很像有一個人在做瑜伽 做那個下腰的動作 你懂那感覺嗎 就是一個想像啦 而且Tangion這個圖形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Tangion跟SightfulSightful一樣 Tangion這個圖形它有什麼線 同學那個叫什麼線 Tangion的圖形有進進線喔 Tangion的圖形有進進線 好不好 這個你稍微現在有一點感覺 Tangion跟SightfulSight不一樣 Tangion有進進線 喔好妙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談剩下的三角三角函數 來一樣請橫圍看一下我們的黑板 SightfulSightTangion我們都講完了喔 接下來我們來談下一個Fx Fx叫做CotangionX 同學現在請教你喔 如果今天我把S改成-x Fx是不是就寫成Cotangion的-x Tangion會把符號吃掉還是吐出來 我就講這麼簡單 Cotangion會把符號吐出來還是吃掉 吐出來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講一下 因為Cotangion就是誰的導數 就Tingion的導數嘛 所以Tingion會把符號吐出來 Cottingion當然也會把符號吐出來 因為他們只是導數的關係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負的什麼 負的CotangionX 這樣寫 同學你了解嗎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同學我跟你講喔 Tingion是什麼 Tingion是G函數 請問你它的導數也是什麼函數 Cotangion也是什麼函數 也是G函數啊 對不對 它也是G函數喔 Cotangion是G函數喔 這邊一邊血一邊要把它記下來喔 它是G函數 Tingion是G函數 它的導數也是G函數喔 這樣好不好 這樣可不可以啦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我現在畫Cotangion給你看喔 好不好 我現在畫Cotangion給你看喔 欸呀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電腦 Cotangion會長什麼樣子呢 欸 Cotangion 來 同學我要按Enter囉 來請看這邊 欸我要按喔 來你仔細看喔 Cotangion長這樣 欸你看 Cotangion長這樣 欸我問你 它圖形有沒有對稱圓點 有還是沒有 你看它圖形有沒有對稱圓點 有 所以你從這邊要發現一件事情 欸 Tingion跟Cotangion 它們都有什麼線 都有堅心線對不對 欸好妙喔 它們圖形為什麼會長這樣 後面我會用秒點的給你感受一下 現在你先看一下 原來它長得這麼可愛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沒問題喔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接著再回到我們的黑板 來 Cotangion講完囉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是誰 欸 同學 Cotangion的下一個是誰 欸 欸三角函數有六個啊 我們sine Cotangion Tingion Cotangion 都講完了 下一個要講誰 secant 跟Cosecant嘛 來那接下來我們看secant喔 F為X 叫做secant X 好 那F負為X 是不是就可以寫成secant 負為X 好 那現在我現在可不可以問同學 secant會把負號吃掉還是做出來 其實會吃掉 不信的話我會寫一次給你看喔 同學 secant啊 來你看這邊 secant其實是誰的導數 cos的導數嗎 是不是cos的負為X分之一 那cos本身會把負號吃掉 所以它就可以寫成cos x分之一 那cosx分之一 這個就是誰 這個就是secant的X嘛 對不對 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F為X啊 這樣講很慢喔 所以同學 你看喔 cos是什麼函數 剛才不是有顯黃 cos cos在哪裡 cos在這裡 cos是偶函數 那請問你它的導數也是什麼函數 它的導數也是偶函數喔 cos是偶函數 它的導數secant也是偶函數喔 你把這個東西整理在你的課本裡面喔 六個三角橫數的G偶系 我這一堂課要把它全部講完 然後搭配有一點圖形的feel 讓你感受一下 那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 那secant長怎樣 secant這個函數圖形 它到底會長什麼樣子呢 來我們看一下電子 我給你看一下secant secant長得很詭異喔 來secant長怎樣齁 來secant長怎樣齁 sec 我要enter喔 你仔細看一下喔 secant長這樣 哈哈哈哈 來問一件事情 沒有我覺得長這樣真的很妙 secant為什麼長這樣 沒有你先承認一件事情 同學 它的圖形有沒有堆稱Y種 你先看圖有沒有堆稱Y種 有 所以它是偶函數 對 它是偶函數 你如果要問為什麼長這樣 沒關係 我們後面會講 但是你先感受一下 secant長這樣好奇怪喔 tangin已經夠怪了 secant長得更怪對不對 ok 好沒問題啊 ok 這個就是secant喔 來我們現在來講最後一個喔 哇 secant講完 我們剩下 cosecant來看這邊 elf of x 哇這堂課喔 就講這個東西 就已經講很多了 csc cosecant的x 來 如果今天把s改成-x 它就會變成cosecant cosecant cosecant都-x 現在再問一個問題 同學問你 cosecant會把負號資料還是突出來 突出來 其實你們都知道嘛 因為 好算了我再講一次 來因為cosecant是誰的導數 是sine的導數 所以它這邊就寫成sine的-x分之1 對不對 那sine會把負號吐出來嗎 所以它就寫成負的sine x分之1 那sine x分之1 這個就是負的什麼東西 cosecant x 所以就是負的什麼 fx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對不對 所以同學cosecant會把負號怎麼樣 吐出來 所以對sine來講 sine是積函數 請問你它的導數也是什麼函數 它的導數cosecant也是積函數喔 這個傢伙也是積函數 所以這個東西好不好記 很好記啦 對不對 你是積函數 你的導數當然也是積函數 你是偶函數 導數就是偶函數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那我如果問一個問題 你們會不會生氣 同學我問你sine為什麼會把負號吐出來 你們都知道結果 那如果問原因的話 你們都知道了 要看高二的課本 好不好 sine會把負號吐出來 那個為什麼 cosecant為什麼可以把負號刺掉 這要看課本 這樣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最後一個圖 cosecant的圖像是怎樣 來 同學幫我拍一下電腦 cosecant是我們最後一個圖 cosecant 來 csc 我要按intel 你看喔 按下去 哇 好特別啊 同學你看這個圖 這到底像什麼 我都不懂 都沒有人可以給出一個很完美的比喻 這到底是什麼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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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著 睡不著就滑手機啊 然後越滑就越睡不著 然後不知不覺一聽就亮了 我現在稍微跟你講一下喔 而且我問你喔 黑板上這個圖 這是什麼圖 這是Sine的圖對不對 這Sine的圖嘛 我現在畫Cosique給你看喔 Cosique是Sine的什麼數 導數喔 那我問你喔 這個是1喔 看我這邊 1的導數是誰 還是1喔 好 那現在同學你仔細看喔 這一段是不是在 看我這邊 是不是在0跟1之間 0跟1之間取導數會變成怎麼樣 0點多取導數會變成比誰大 會比1大對不對 所以它圖形會變這樣喔 你有看到嗎 Cosique的圖是不是像這樣 這樣上去 那我問你喔 這個時候這個π 其實喔 S等於π 這一條會是它的什麼線 近近線 我問你為什麼會是近近線 你知道為什麼它不會碰到這一條線嗎 因為當它很靠近 你看喔 當你的x很靠近180度的時候 對不對 同學你看喔 很靠近它的時候 你的Sine是不是很接近0 很接近0 比0大一點點 請問你取導數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趨近無限大 會趨近無限大 你比0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嘛 比如說0.0001對不對 取導數是會越來越大 所以事實上 當你的S越靠近0的時候 取導數它會跑到上面去 一直跑到上面去